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2岁 他退位善让 治国开启圣堂秩序 身后留下无字封碑 畅销书作者王小蕾穷尽武则天所有现存史料 还原武则天真实面目 长篇历史巨著 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由独克文化出品 演播 骆驼 第一百五十二集 李智看过楚岁良的表彰 不动声色 待郭于王军德侍奉李洪离去 才将表彰往御案上一摔 岂有此理 到现在 楚岁良还以顾命大臣自居 朕受命于天 名正言顺 这皇位 岂是他争来的 刘继残文本之事也好意思提 朕与二公本无嫌隙 排解无稿 竟还有理了 妹娘也拿起表彰读了一遍 却一笑置之 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没觉得自己有错 他们以为大唐天下都是他们出力打下来的 像荣华 掌权柄都是理所应当的 李家天下算什么呀 皇帝不过是幌子 唯有他们那个圈子的权力才重要 杀人诛心呢 这轻描淡写的两句话实在是比谴责咒骂更厉害 妹娘不会忘记 楚岁良在两仪殿上辱骂她是妖媚 揭破她与李治乱伦的旧恶 李治一脸厌恶 却又无可奈何的表情 韦州以来史风如此成为一时可疑 学者你与所闻常人安于事故啊 谁说不是呢 其实楚岁良啊本非观隆之人 而是自入世以来一直党府原舅 互加虎为罢了 说到这儿 妹娘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她此时地上表文 会不会是想 借原舅之力 祝其东山再起呢 李治已和妹娘做了八年夫妻了 还不算前面偷偷摸摸的时候 哪一句是发自肺腑 哪一句是惺惺作态 还变不出吗 她白了妹娘一眼 苦笑道 你又想劝我 对舅父下说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只要她安于现状 便放她一忙 外甥毕舅舅 毕竟不好看 妹娘也不再藏着掖着了 时至今日 群臣已处 陛下想当宽人之君 恐怕也不能了 无忌手下冤魂无数 何必与她讲仁慈 昔日羔羊一案 牵连多少文武臣宫 皇亲贵胄 陛下在朝堂之上痛哭流涕 遇免众人之死 她竟毫不动容 这些事情 难道你都忘了吗 李治眉头一紧 当然不会忘啊 羔羊一案 实在是残酷 固然防一爱死不足惜 羔羊自取祸端 但是那好歹是她妹妹 妹父啊 京王李远景 是她的叔父 驸马柴令武 也是她的表兄 李道宗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亡于雷谢之间 薛万彻永贯三军 万夫莫敌 反丧屠刀之下 先帝圣赞的三名大将 仅这一案 就致死了俩 宇文杰不过是良心难安 说了几句讲情的话 竟一并被流放 死于岭南 如此滥害无辜 天理何容呢 最冤枉的 当属 吴王李克 对于这个述出的三哥 李治的情感是复杂的 以私情而论 他很痛惜哥哥 并不相信他造反 但是长孙吴继 之所以执意要将其致死 也是出于消弥隐患的考虑 毕竟 李克 曾受李世民器重 在宗室之中名望太高 归根结底 李克之死的最大受益者 恰恰是他李治 吴继 不施为替他当了一把刀 这真是一团解不开的乱麻呀 中间莫变 是非难断 连李治都搞不清楚 究竟该怨谁 或许谁都不怨 这就是命数 要怨就怨自己 生在这无情寡义的帝王家吧 李治实在不愿回忆那段痛苦的往事 王者依依 纵然追究 死去的人也活不过来 是非对错 叫舅父自己去回吾吧 回有何用 恨父何用 若有良心 当初便不至于滥杀无辜 陛下指望他忏悔前前 只怕是与虎论道 对牛弹琴 反正他年纪已老 如今又深居不出 再过几年 司马懿欺骑老翁 尤窜曹卫大同 流言折服中原五十载 终创汉赵基业 这些萧雄不老吗 他既知自己滥杀无辜罪念深重 内心毕不得安 况且 亲信之人屡遭贬折必定不愤 谁知 他是闭门闭祸 还是暗序监谋呢 李治一正 是啊 毕竟无忌掌握二十多年的权呢 妹娘捡得疑惑 再点一把柴火 陛下只知道 无忌 骄狂跋扈 焉知他当日 没有更大的野心呢 若不是君臣合力 将他煮下朝堂 谁能保证当今天下 依旧姓礼 古来父子相杀之事比比 何况救生之间 固然当初 他为您当太子出过力 但这种事情又不是没有过 高欢立元善剑 宇文泰 立元宝剧 哪一个是出于好心呢 这几句话分量太重了 李治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多疑 一时间呢 还真有点吃不准 何用见于古人呢 阴见不远就在眼前 当初他祖父李渊 曾服力杨广之孙 杨幼为随公帝 后篡位立堂 又将杨幼堵死 再者 若非他父亲杀了伯父 叔父囚禁他祖父 他们这一支的人 莫说当皇帝了 只怕命都保不住 世上又焉有他九郎制奴呢 李治的眉头 拧成个疙瘩 双眼迸射出阴冷的光芒 一旁的妹娘 瞧得清清楚楚 郑玉再动说辞 胡听殿外 有人道 臣 许敬宗叩见 范云仙 领着宰相进来了 哎 妹娘凯叹一声 无奈地退至株莲内 许敬宗这才赶入内 双手奉上一张黄藤纸 这是吏部尚书 唐林索尼各道巡查史的名单 请陛下过目 自贞官元年起 将天下周县 划分为官内 河南 河东 河北 山南 隆右 淮南 江南 剑南 岭南 石道 朝廷定期 向美道派处置史 巡查史 考察官员政绩 地方民情 冲任巡查史的官员 一般只是六七品 但是 有干预政务 处置官员的临时权利 时事 小而至大 理智根本不看 这等事物 你与新宫便可做主 何必搅敌大作 来问朕呢 徐静宗的做事之道 可与李义府大相径庭 随公于心计 却从不自作主张 听闻皇帝这么问 他善笑着说道 陛下 臣觉得 这份名单 有问题 哦 哪里不多 李智 这在低头浏览 却没发现什么 事与使 张伦 任剑南道巡查史 雍州参军 许一 为江南道巡查史 此二人 是唐灵特意指定 这么干 恐怕不合适吧 李智疑惑不解 有什么毛病 徐静宗只好直言 张伦 正是前番协同流人鬼 审查必正义一案之人 而许一 是莱记的好友 您在东宫时 见过吧 李智猛然醒悟 莱记 别往江南道 泰州认词时 派个朋友去 是照顾 李义府 别往建南道 浦州 唐灵 弄了一个 和他有怨之人 去查他的政绩 这不是存心证人吗 许静宗见皇帝醒悟 盲动说辞 李义府 虽有纳会之事 但好歹也立过功 便往外任 已经是责罚 唐尚书这样 落井下石 恐怕不好吧 再说 旧日朝党 他话说一半 戛然而止 无需继续往下说 李智一想到了 这是要寻 李义府的晦气 还是想趁机 为官隆一档翻案呢 虽说李义府是自作自受 但是不能将他办的事 也一概否定 李智拿起玉笔 将建南道张伦的名字抹去 却没有管许一 打回礼部 叫唐林重选一人 是 许静宗接过名单 却不忙离开 唐尚书实在不该 按理说 他也是三朝老臣了 清兆人士 明晨之后 跟援旧他们共过誓 应该知道清重 他这话分明又把矛头 对准了长孙吴继 唐林确是官隆人士 北周明晨唐锦之后 但是 此人与吴继 韩苑等 并无多少身交 反而是早年 因担任里程前的 帅府参军 而一度贬官 与其说 是为官隆之人 名不平 还不如说呀 是帮杜正伦出气 不过 对许静宗而言 却不能错过 这个山峰点火的机会 东都巡游 贬斥寒来等阴谋 都是他谋划的 他已经把官隆一派 给得罪透了 若不将长孙吴继 置于死地 将来一旦翻过手来 必无他好果子吃 莫说唐灵和吴继 还有那么一丝联系了 即便是风马牛不相急 他也硬得往一块凑 李智听着他这一番 寒沙摄影的话 又不禁联想起 美娘方才那番说辞 树欲静 而风不止啊 或许 唐灵并无其他意图 但 视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旦姑息 情势如何发展呢 当初我也曾想要和解 可结果又如何呢 或许 只要旧父 还在一日 那些西季观隆 一党重新集结 东山再起的人 就不会罢休 难道非要逼朕走那一步吗 陛下 此时 王福胜出现在殿门口 新城公主入宫 在立正殿内 恳请见您一面 这又是一件烦心事 新城公主 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最小的女儿 李治的同胞小妹 几年前 嫁于长孙无忌的堂弟 长孙泉 而长孙泉之姐 又恰恰是寒远之妻 无论李治和长孙家闹得多疆 这对公主 驸马倒是还挺恩爱的 因而 新城常入宫 替长孙氏和韩苑说好话 李治固然不能妥协 但是 又素来疼爱小妹 只好含含糊糊的 好言抚慰 李治叹了一口气 当即起身 许静宗岂能罢首呢 赶忙问道 巡查史之事 李治心烦得很 知道 暂且绕个堂里 你定个人选 至于其他的事 改日再说吧 言罢 他们随着王福胜走了 空荡荡的大殿上 许静宗暗暗叹息 即便长孙无忌 已是一根姑木 要想砍倒这棵树 也不容易啊 毕竟 人家是皇帝的舅舅 砍轻了 伤不到皮肉 砍中了 又恐皇帝牢牢记下 万一 将来皇帝 又念起救生之情 反过来追究 那岂不是作茧自负吗 既要把树砍倒 又不能被这棵 倒下的树砸死 这斧头啊 这斧头啊 可不好下 他一边揣摩着 一边转身出殿 还未迈下台阶 忽听背后 有一个阴柔的声音 说道 许相公留步 饶是许静宗 沉着老练 乍闻此生 也是一惊 回头望去 但见五皇后 从株连后 款款走出 参见娘娘 徐静宗愁出片刻 赶忙失礼 他没料到 这位娘娘竟公然露面 与大臣交谈 这可是后宫大忌啊 左右张望一番 无半个人影 连方才还在店门口 视力的范云仙都不见了 她的心里才稍绝踏实 媚娘的口气 甚是恭敬 难得您时时处处 为朝廷着想 巡查室之事 您处置得很好 娘娘 谬赞了 徐静宗渐渐传住气 同与相屈 同利相思 多攀截这位娘娘 不会有什么坏事 至少眼下不会 放眼当朝文武 老成谋国 属可及功 莫说圣上倚照您老 就是本宫啊 也正好有一事相托 不敢不敢 娘娘有事 只管吩咐 但凡臣所能为 必 年立为之 徐静宗并没有把话说死 这两年 朝中变故甚大 无需本宫多言 旧日全门虽已获罪 但百族之宠死而不将 恐是祸患 当初圣上运筹之际 曾有谋划 待大权尽收 核定门地 以官爵高下 重修士族制 如今万事俱备 许功 可否担次重任 许静宗眼珠子一转 寒笑道 老朽 感念娘娘之欲之恩 不过 老朽年迈 精力不济 如今 郑士堂 又只有我与新宫两个人 实在是 无暇 旁易 修士族制 这可是得罪人的事啊 得挨多少骂呀 他才不接这差事呢 媚娘猜得到她的心思 却也不好抢人所难 索性直问 公以为 何人能办此事 许静宗的回答 甚是坚定 贤庆以来 百官牲畜 夺经李义府之手 要办此事 非他不可呀 哦 李义府一见后生 这三年来 都未居您之上 本宫还以为 许公心中 必定不服呢 没想到 你如此看重他 老朽年俊七旬 实在是老了 国家 岂能没有后辈之臣呢 当然 年轻人几分呢 他心里想的呀 可不是嘴上 说得这么大公无私 首先 费王历武以来 他一直和李义府 拴在一起 虽然不是同一路人 也根本拆解不开 他接任中书令 实际上已被所有人 视为李的接替者 继承其权势的同时 也继承了恩怨 杜正伦虽然被贬 但是 与杜亲后的刘祥道 徐与诗等 皆深居要职 而且这几个人 胜券也不低 这场权力之争并未结束 他还需要帮手 再者 许静宗也知道 自己名声不佳 若有这个名声 比他更糟的礼貌 当挡箭牌 他就不至于成为众矢之地 其实啊 许静宗眼中 李义福 不过是一个 不知轻重的厚生小子 逃不出他的手心 李猫虽奸 却终究算计不过 他这条老狐狸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